财经点滴潘碧云 玻璃可以当水晶这么慢 那水晶的价值是否会高一点呢? 当然不是啦 严格来说水晶是半宝石 本身价值就没有宝石那么高 但是既然玻璃搞得这么好 可以当是贵家艺术品 那半宝石搞得好的话 那就可以当是宝石的替身 又或者是另类宝石 随你按个名字给它吧 最重要是包装得很好看 不然就经常被人拿来做比较 变成儿子了 这世事都不可以登大雅之堂 等于欧洲除了大大件的玻璃摆设之外 有很多高档首饰品牌 都卖的是玻璃拌半宝石的制品 不等于是半宝石费了 而是玻璃首饰高档了 这就是艺术无价了 正如很多公司 做的是买买垃圾 但包一包就变了再生能源 环保事业 所以以前的人不算是贪心了 顶多都是点石成金 现在是点垃圾成金 全世界都面对处理垃圾的问题 虽然说是各思各法 但离离去去就只有几招 除了教育 还要真是有技术的 怎样将肺气排走 兼怎样去处理垃圾的同时 可以有效使用产生的能源 不用去那么远 台湾都是抄日本 他们同样都要面对民众反对垃圾征费的问题 所以他们最终都是要用焚化炉去处理垃圾 新加坡土地面积 占了香港一半多些 他们就有四个焚化炉 为什么香港没有 直到现在 政府对焚化炉的印象 仍然停留在三十多年前的那种 还是怕了政党 不想做战把 如果是这样 不如不要坐这个位置 那调转说 为香港的长远政策 不单只是政府的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